这个蓝人在一桌上就直接挂掉 然后穿越一世界装逼享受美好人生 和他死亡的原因 仅是一位实名引雷失误而不小心 劈死了他 对方说明情况后 打算让冬夜在一世界重生 去完成在那里的任务 为了答谢冬夜的同意 神大人允许冬夜带着自己的手机去到那里 虽然手机无法联系曾经的器人 但却可以眨看原来世界的新闻和视频 冬夜来到的世界是一个拥有魔法的地方 根据手机上神大人发出了命令 冬夜需要到一个小镇上 可在群那里的路上 冬夜因为意外就有两姐妹宁泽和艾尔泽 于是一同结伴到镇上的影乐旅馆住下 冬夜并不是打架高手 但是难道这个一世界之前 他自身属性都会是名大人挑到了最高 也算是另外一种补偿 这个大陆需要猎杀公会拳上的怪兽来活着金币 能力越高猎杀的怪兽越强 相信的报酬也是根据难度定义的 而这个大陆每个人都有魔法 相应的属性魔法是用不同颜色的宝石来测出 一共有七种属性 一个人能够拥有两三种属性都是很稀有的 而被神明眷顾的冬夜 则是七种属性全部报表 其中一个空属性的魔法则被冬夜玩出花来 因为这个魔法是根据使用者自装出来的 例如顺衣这种逆天神迹都能开发出来 于是两姐妹和冬夜结成同伴 开始了上大分的时刻 之后林泽和艾尔泽接到一个把信送到王都的任务 本来是有奖励更加丰厚的史莱姆任务 但因为史莱姆会融解一股 两姐妹讨厌中又软又湿的东西 所以在桌前都拒绝 不害冬夜只能跟着两姐妹送信去了 在街道上 他们遇见了一群男人围攻一个武士女孩 出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心理 冬夜他们出手换住女孩打跑了那群流氓 得知女孩名叫九重八重 也是要去王都立宁自己 于是在去往王都送信的道路上 又嫁了一名后工成员 他们嫁了马车前行 在路上 冬夜也顺便学习一下无所性的魔法 例如各宫曲物 魔法阵一开 别人身上穿了胖子就会直接到自己手上 这让两姐妹瞬间对冬夜产生警惕 那眼上的表情却不是害怕 而是羞涩 真不愧是上大分的了 突然冬夜闻到薛星味 果然一家豪华马车走到蜥蜒战士进攻 而在圣人身处是操纵蜥蜴的黑衣人 冬夜他们在这出手打死了蜥蜴 还哄出了黑衣人 在他们的逼问下 也只是知道是有人雇佣他来自杀 具体是谁他也不知道 我马车上的一个老爷爷被剑射中 在场没有医生可怎么办 于是冬夜利用隔空取入的魔法 举出了身体里的箭头 藏着咬老爷爷体内的伤口 最后从他口中得知了他们就是王都的皇族 马车上的女孩叫苏西 是王都国王的侄女 于是乎他们一行人便一起前往王都 并且还接受了女孩父亲的接待 交流中得知苏西母亲失明 苏西子次出去就寻找像外公一样的无属性魔法师 可是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而冬夜就是那个换你挑衣的人 于是在冬夜的帮助下 苏西母亲重见光明 和冬夜一行人的友善 也值得九重加入冬夜的后宫团 开始一起冒险 工具为感谢冬夜给了他一袋子的钱 众人打算在这边好好逛一番 于是你便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冬夜的逼格提高了意见 在众人买好了新衣服后 却没想到冬夜接下了独角狼的讨伐委托 按照推理 独角狼所在的位置很有可能说的守护才跑 在探杂一班后 果然找到了一个石门 等打开以后就发现 用魔法组成的光线越来越暗 并且被洞中的透明怪物给吸收了 怪物苏醒 竟是一只巨型并坚硬无比的大蜘蛛 冬夜对他发动的任何火把攻击都会被吸收 物理攻击更是起不到任何作用 费尽全力意才造成的伤害技能还有再生能力 冬夜等人仔细观察 最后猜测应该是蜘蛛头顶的红球在做快 围托格狼取物的魔法又一次发动 取出了怪物体内的红球将其打碎 忽然让重能成功消灭了他 本因为可以回去庆祝 却没想到国王竟然中毒了 在公爵大蓝的解释下 发现这很有可能和正在联盟的首人王国有关 于是冬夜和公爵来到宫殿调查 冬夜运用魔法救了国王 在建成巴洛萨伯爵的引导下 除了猫头都指向了首人王国的大事 可在重现案发场景的时候 当把毒有毒药的杯子给巴洛萨时 他的表情出满了自己 所有结果不言而喻 原来剧毒并不是在酒里 而且在国王的杯口上 眼看父亲得救二人被抓 这让公主游米娜对冬夜爱慕有加 并提出了成婚要求 但碍于年龄问题 国王决定能让游米娜14岁 才已成婚之事 于是乎 游米娜决定和大家一番冒险 所以后宫成员再次加一 但这让其他对冬夜有好感的女生颇为苦闹 毕竟游米娜的身份可是黄女啊 后来冬夜对游米娜的召唤魔法很感兴趣 于是有样全样的使用召唤魔法 结果竟然召唤出了超强召唤物白帝 并用自身庞大的魔力 让他潜伏于自己 冬夜为寄取名为琥珀 很快新的旅程又开始了 冬夜他总算接到去调查史莱姆的回头 毕竟能农化别人衣服的怪物 蓝人还是很喜欢的 他们来到一间废弃的房屋前 发现史莱姆还本好击中 并且各自有自己的地盘 击中绿色史莱姆的农业 持人的可以农结衣服 在享受一波福利之后 几率就换了衣服寄去调查 等到第三层的时候 发现了科研能源的石海 一样还是没穿衣服的样子 所以在看到这一幕后 精灵为了净化他们 放连把握 烧了所有的石海魔神报 国王为了搭卸冬夜的破案 并给予他假惯尽缺 一行人他帮王都 但两国准备结尾 需要国王前去签署 但路途遥远都有不测 于是想让冬夜前去看路 然后把国王传送过去 于是加安里扬等顾为和冬夜他们一同前往 他躲过刺客 穿过运河 在接近联王国时 却遇到仓地手下的魔龙在破坏村民 冬夜几年吸引了魔龙的注意 却发现这魔物也是刀墙不入 几年年兽也无法阻止这魔法对村子破坏 于是冬夜让林泽创造一面冰墙 拉法攻击 全部集成在一个点 对魔龙造成伤害 在魔龙被打败后 就出现了一只看起来更强大的赤龙 给众人道歉 硬沉罗会约束好魔龙 之后冬夜他们得到村上的后地相赠 等来到联盟国后 他们就收到了国王的招待 等到晚上冬夜还被一个布偶拳交到一处房间 在那里有一个612岁的小鹅丽 李王都的武师还是他的徒弟 他也可以使用武手型魔法 能够让没有生命的东西像生物一样活动起来 但他的魔法很快就被冬夜学会了 如此天赋极高的人 你很喜欢 就想让他做自己的弟子 但拿到冬夜并不愿意 从林泽学到的魔法 冬夜随即改装了魔法手枪 效率更加高效 等过了几天 国王同意了两国结盟 在冬夜的传送下 两国国王等于毁灭 两国终成结盟 男和那个布偶熊一来找冬夜的 林泽跟着过来 也跟他讲述了附近天空出现的叶峰 其中出现的生物是个水晶管物 布雷兹 这和之前冬夜猎杀的那个大蜘蛛十分相像 为了调查需要到东方的一切 这就需要冬夜的传送 但冬夜的传送只要到他出过的地方 就是魔学独裁的力 告诉了他的一个方法 因为九重就是一切人 可以通过拉手 盯着彼此的额头 就可以读取对方狼爱中想象的地方 在读取九重的内心后 来到九重家乡 遗歇 只是经过城镇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显得格外凄凉 九重他到家后 年轻他人是母亲 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家 或者眼内的母亲 向九重他们解释了原因 原来在一切这个地方是没有国王的 只是有各个地方的领主在统治 九重他们所在的地方领主是德川家泰 可某一天 另一个地方的五天军队突然发起进攻 奇怪的是 五天领主的四大天王中三个被囚禁 最大的同名 还一晚之王 整个部队都是由军师三百玩具控制 整个战事持续已久 九重的父兄有道了阵仗 但状况并不乐观 九重担心父兄 一日打算前往三场穿越 但此去入图还是遥远 于是想到了冬夜 冬夜在夜幕降临后 偷偷到穿越去打探情况 如果一切顺利 就把他们全都传送过来 九重的父哥将目前上网状况讲述了一番 尤其是对方 一些已经被杀死的士兵 人让人站起来的上司部队 让人感到无能为力 可是这些别人看起来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冬夜智利直播是看着手机立足 动动手指都拔了 远程定位魔法霸动 一瞬间 数不清的丧尸全都死透了 那一瞬间 所有的击方商员全都回复入图 在讨论多多打败五天部队的时候 自打天王之一的高版的士卫春 来到了智利 亲手 交上了高版的信 春解释了五天领主被困 远时利用解数 控制已经死掉了战士 组建了自己的丧尸部队 现在需要特川部队 打败三本丸柱来恢复和平 只要有战斗 就绝对是冬夜的装备时刻 直接他带着重灵 传送到了关押三大天王的地牢 那打要大败的 前往三本丸柱锁在了帐篷 在冬夜的操纵下 三本丸柱变成了光感司令 但三本丸柱却完全不担心 他的红眼睛闪过一只光芒后 大天柱正确内藤挡在了重灵面前 三本丸柱把正确内藤也变成了丧尸 三大天王没办法 被自己的老大动手 三本丸柱的红眼睛 仔细一看 金门和巨星蜘蛛的眼睛一模一样 不打碎红眼睛后 三本丸柱也像去失去了支撑一样 不堪一击 在平息战施以后 通过三大天王高板大人得知 你要找的那个遗迹 已经全部沉入海底 于这一新年出发 来到高板大人所出的那边大海 由于时间抽欲 而且还找到了遗址的路口 大家在沙滩玩起了拍球 毕竟是后攻凡 后来一波涌重浮力 就真的说不过去 可由于一致悬入沉入海底 一般人很难憋气那么久 这时 不过提出了 可以招腕控制水元术的悬地 悬地是由黑蛇和乌龟组成的 组成方式也有些滑稽 但实力绝不容小觑 它们提出了只要击败它们 就可以和冬夜理解契约 于是冬夜果断享受 在它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也有魔法润化无限循环 但悬地它们根本站不起来 就这样 悬地选择屈服 而冬夜提前契约 冬夜为它们取名为黑蛇 珊瑚 在它们的帮助下 冬夜行走资格在水中 到了遗址大厅 冬夜看到一个 需要注入灵力的原情失败 在注入以后 冬夜掉落了一个十万桃源 一个关系之旅的女孩走了过来 名将西斯卡 她并不是人类 是由李贾纳巴比伦博士利用魔霸 和机械创造的人造人 而她的内部就是等待一位 自想纯正的人来接受这里 并且自己也会成为 下一位统治者的机子 为了授予冬夜这边的权限 奇怪的授予方式 在此出现 西斯卡时问了冬夜 在公主等人看到这一幕后 也不甘示弱 只能爱尔泽 林泽 以及九重 也分分表露出 自己喜欢冬夜的意思 并且承认他们 可以一起做冬夜的信仰 但这局面 让冬夜很难做抉择 于是找到了神明大人 神明叫她的恋爱神 恋爱神让她可以自己选择 要让双方幸福的 才是爱情的这一面目 虽然冬夜一直见不着选择谁 但似乎有了眉目 因为她是谁都会想要 回到这外桃园 叫我来九重他们 宣告自己暂时不要结婚 可以和大家慢慢相处 当然到最后的时候 大家还愿意的话 可以一起做自己的新娘 这个回答虽然不是女孩们 想要的答案 但也已经很高兴了 于是冬夜开始了自己 和四位新娘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吗 其实还没 西斯卡的主人巴比伦博士 是用贵出未来的努力 并且还是个超级漂亮的 郁姐的一心 她已经知道冬夜 有九个老婆之多 至于后面几个是谁 那就知道了 片名带着智慧型手机 闯荡异世界 这是一部车头车尾的 龙奥天爽闻 主角光滑会强大到 让你实在无语 看完后你才会明白 什么才叫真正的爽闻